嗨各位,我是我,柔文煌 版主我要決定 一個禮拜一定要上來跟大家聊天一次 嗯...我覺得時間過得好快 我今天有好多計畫,我今天本來要預計做... 做直播 然後我本來還要預計把我的作業寫完 我本來還要預計把很多事情做完 然後因為要去接老公的關係 這一接回來之後 本來想說接回來之後就沒事了 下午可以把所有事情做完 然後忘記了 其實老公就像是另外一個大小孩一樣 接回來之後又不斷不斷不斷的要求 然後一整天就這樣不見了 所以anyway,還是上來跟大家聊聊天啦 最近身旁發現這事情 然後讓我覺得還蠻好奇 我想要上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跟大家討論一下 嗯...約會這件事情 呵呵 因為我發現我的人生突然出現很大很大的好奇 因為當版主我年少輕狂在約會的時候 聽好我們那個時候約會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手機、沒有網路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啊 其實我才28歲 但是我們那個年代啊 呵...我開啟暗光 暗光鳥是什麼 我知道我只要到晚上 呵呵...anyway 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約會這件事情啊 我在說我們那個年代 嗯...其實是沒有手機的 然後也沒有網路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約會 其實就是很... 很傳統 就是很傳統的 你必須要見到人 你必須要看到人 然後你必須要... 調情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必須要對到眼 然後你必須要說話 你必須要... 眉目傳情 我們那時候是真的有眉目傳情喔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眉目傳情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是真的有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可以在 你知道方圓500里之內 鎖定你的目標 然後就知道... 就知道該怎麼下手 對我來說這些東西都應該是 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最近啊 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我以為的理所當然 可能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時代在改變嘛 時代在改變 對我用BB code 你怎麼知道 我的這一早期 其實是寫信的年代 對不起 然後 我們的進步叫做BB code BB code的年代 嗯?舉點到然後 回call給你這樣子 手機啊 手機的年代應該是 我搬到溫哥華以後的事情囉 呵呵 那個時候我都已經 死會了 你知道嗎 所以啊 Anyway YouTube YouTube暫時不會更新 這是有原因的 呵 但我很想跟大家討論 這是 先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目前為止只有 臉書上面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公最近 我老公從進了九月之後啊 就叫貨不擔心 什麼叫做貨不擔心呢 就是他 在月初 就是九月初的時候 就不小心去公園 拍鳥的照片 然後就丟掉了一台那個 GoPro 然後GoPro之後呢 過沒幾天 他 人家就好像偷車嘛 不是偷車賊 就是你的車好像忘了鎖 然後我老公剛好皮那個包包 就放在那個車子裡面 然後就被人家偷走了嘛 然後偷走之後 他剛好那個包包裡面 有他的iPad 然後iPad就被偷走了 可是好小不巧就是 那個iPad到最後 因為可以搜尋在哪裡 然後就被他找回來了 然後原來那個偷的人呢 可能iPad iPad現在還蠻麻煩的嘛 因為你要臉部辨識 然後又要密碼 鎖不開解不開的話 其實你能夠做的東西很有限嘛 對吧 所以anyway 那一個人就直接把他丟在 丟在路邊 然後 好巧不巧被我老公撿回來 所以 呃... 貨不擔心二的 還算蠻好運的 但是貨不擔心三呢 你看才九月耶 九月還不到一個禮拜耶 你看我老公丟多少東西 我要是每次讓他這樣丟的話 我們家早就破財了吧 所以 呃... 丟的第三樣東西就是他的電話 因為他這個週末去釣魚 然後釣魚好像魚線卡到 呃... 船還是幹嘛 然後他跳出去 跳出去這個當下就 那個iPhone就這樣飛 奔到大海裡面去了 所以他... 他老公在沒有電話的這兩天 裡面非常的焦躁 因為焦躁的關係 所以他就 把我的那個手機 我本來開兩台機 所以以前可以同時... 同時直播 現在只能一台直播 呵... 所以 現在呃... 九月開始直到我老公 買到他的新電話為止 因為他現在要等那個Apple出... Apple通常都九月多發表新品嘛 所以就等到他出新電話開始 版主才會回到我的 呃... 雙台子 呃... 同時直播 所以目前為止可能要允許我 呃... 上傳 上傳YouTube 嗯... Anyway 稍微跳離話題 我還是要回到正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對啊他真的就非分大海了 呵... 我老公 你知道 我老公其實是標準沒有手機 就活不下去的人 他真的沒有手機活不下去耶 他今天已經焦慮了一整天了耶 他... 我在那個Backup 因為我的另外一台手機 用來直播用的手機 不太Backup嘛 然後剛剛想說 啊那我先Backup之後 Backup完之後 你再去把它刪掉 刪掉你再用就好了 光是Backup你就看到它焦躁 非常的焦躁不安 呵... 所以版主從九月開始 只能一台手機做直播 嗯... 不過Anyway 我還是要回來重點啦 我的重點就是 版主我那個年代啊 就是所謂的眉目傳情 如果我們真的啊 對某一個人很有興趣 或者是你知道 不小心看咖... 喝咖啡 對... 跟誰對到眼啊 去跳舞跟誰對到眼啊 我們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如何... 你知道 嗯... 那叫什麼 戰略 就是攻下戰略 你知道嗎 呵... 然後弄手機啊 我們其實沒有手機 那時候是BB Call 男朋友Call啊 就找電話Call啊 你知道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Play hard to get 其實還蠻容易的 因為是... 講是講hard to get啦 那其實是很難... 很... 是根本就找不到 呵呵... BB Call有時候沒電 放在家裡 有些時候是找不到電話回Call 所以不是說你要Call 就Call得到的 你懂嗎 現在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了 所以為什麼會提到這個話題呢 因為我發現啊 前幾天... 前陣子在跟朋友出去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說 欸新星人的那個... 約會... 約會的方法很不一樣 然後因為我前一兩... 我一個朋友一直很想要 找... 找男朋友、找男朋友 他掛在嘴巴上掛說 他要找男朋友、找男朋友 找男朋友、找男朋友 找男朋友... 找了好久了 呵... 但是呢 你看到他的行為上面 他就是什麼動作也沒有 又很窄 然後又不用... 不用App 然後又不上網路登記 然後我就一直很好奇啊 我就真的很好奇說 欸... 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那你到底是要到哪邊遇到男朋友 然後他的觀念他其實是 因為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觀念就是其實有點傳統 他就會認為說 啊... 他如果會遇到誰的話 應該都是我們介紹的 可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啊 又結婚又生子了 說真的 很優的人啊 不可能在我們這個年紀之後啊 還是單身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他不太可能是單身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介紹的話 也不可能是極品嘛 就是我們就算單身的介紹給你 也不一定是你會喜歡的啊 所以其實最好的 我們的觀念是最好的 你要不要出去自己找人 就是至少酒吧多晃晃啊 舞廳多晃晃啊 還是咖啡廳多做做啊 不是一天到晚宅在家裡嗎 還是 你知道 上交友網站啊 E-Harmony啊 還是Planet of Fish啊 就是不管怎麼樣就是 你總要給自己製造曝光機會嘛 你要製造曝光機會之後 你才可以嘛 所以anyway 在兩個... 大概兩三個禮拜前呢 凡叔我就決定幫這個朋友 呵呵呵呵 在網路上設他的那個 就是登記一個網站就對了 登記一個... 就是用一個app 然後幫他登記他的profile 然後把他的profile做好了之後 那這樣才會有機會嘛 然後就這一兩個禮拜下來 聽他的... 聽他的... 對啊現在找的朋友都要過濾很多 所以我上來才要跟你們聊天啊 因為我完全不懂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說 這個網路的世界 他真的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談戀愛 然後我就很好奇 他的這一句話頓時讓我覺得好好奇 我就突然很想知道說 我想問一下各位 你們跟我分享一下好嗎 請問你們的另外一半都是怎麼找出來的 因為我發現我有很多的客戶 其實也都是屬於宅男宅女型的 就是... 平常沒事就是宅在家裡 如果出去的話 他們就是專注的在做那件事情 做完那件事情之後他們就回來 他們的眼睛其實是不會四處亂看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 然後如果有些時候 你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可能去參加什麼網站 然後社交網站或幹嘛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 啊這些人不能相信啊不能幹嘛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真的上來很想知道 機場認識 欸機場認識的分享一下嘛 機場認識這樣走一走的時候 欸兩眼對道四眼對道了 然後這樣子嗎 呵呵 吃雞 欸吃雞飯認識是我在這邊吃你在這邊 欸我真的... 我現在突然對你們... 我對你們的感情世界非常的好奇 因為你們跟我介紹一下 通常你們都是怎麼認識你們的另一半 你們都是...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 不是特地去認識另外一半好了 如果你們身旁沒有另外一半的話 那你們都用什麼樣子的行為 或者是去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欸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其他人做個參考嘛 因為我真的覺得啊 呵呵 我... 沒有另外一半嗎 呵呵 補虛幹... 老公... 欸我以前去上英文課的時候也是蠻多 蠻多... 這叫蠻多人追嗎 聽起來就覺得蠻奇怪的 呵呵呵 對啊 現在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 網路交友網站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危險 大家都覺得是騙子 我不是說他沒有騙子喔 這是騙子還蠻多的 因為光是... 呵呵 朋友給我看照片 因為他沒有辦法來選嘛 然後版主我這樣刪大概... 三...很快的瞄了 平均60個會看到一個覺得還可以的 你懂嗎 就是欸這個人感覺還蠻 Authentic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 呵呵 欸這個機率不是很高欸 他這機率其實是每... 每60個大概有一個 是覺得還差不多的 那你們平常在刷...刷的機率是多少 你懂嗎 欸我也會要求實際見面 我的個性是會要求實際見面 我在網路上... 嘖... 嘖... 我本來要跟他講說我在網路上 做不來 想一想這句話好像要打自己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有什麼你知道嗎 你們有sexting 你們的sexting就是用... 這樣子傳話 然後... 網路做愛嘛 呵呵是這樣子嗎 我們那個年代其實也有 我們那個年代是... 我們那個年代叫什麼啊 欸這樣子好像不自覺... 我們是不是絕對曝露自己的... 年紀 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像你們這樣子 簡訊 我們那個年代叫ICQ 它有點像是那個 呃... Microsoft Messenger這樣子 其實 所以 版主有不能說沒有 但是你知道那種感覺真的是愛不起來 就是我可以跟你玩 但是 愛不起來 沒有辦法談情說愛 就是 如果真的要談情說愛的話 版主我還是要摸得到看得到 感覺得到的東西 呵呵 感覺不到摸不到 這種東西怎麼愛 這個叫幻想 這個叫做我在跟我的 我在跟我的幻想對象談戀愛 但是它不是一個真實的東西 不是嗎 人只要... 你有經歷到ICQ嗎 呵呵呵 原來我們是同一個年級的嗎 呵呵 呵呵 我現在就覺得安心多了 呵呵 所以 anyway 我們那個時候的sexting 我們那時候的sexting 其實是透過ICQ出來了 呵 然後我們最古老其實是有寫信 是 還不是打字那種寫信 是真的寫信 寫信寫到那邊 然後那邊再寫到過來 呵呵 這樣來來回回 大概要兩三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好嗎 所以 anyway 啊 這麼多人信用過ICQ 我就覺得安心了 原來我還可以安安心幸運的 繼續當我的28歲 不過anyway 我真的 我也是靠直覺 我覺得我是靠直覺交友的 視訊也可以 我覺得視訊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anyway 是上來跟大家 我上來不是在告訴你們要做什麼 我只是上來很好奇 現在大家都是怎麼約會的 現在大家都是怎麼認識另外一半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都是用什麼方法 去認識另外一半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啊 我這個年紀或者不要說我這個年紀 我才28歲 呵呵呵 我的朋友啦 我的朋友常常啊 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或者是不是只有我的朋友 一些時候我的客戶 他們就會跟我講說 我你知道這個年紀了 還有誰會看得上我 就是我都這個年紀了 還有誰會看得上我 然後我這句話我就會常常 腦子沒有辦法吸收耶 沒有辦法消化耶 呵呵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吸收 沒有辦法消化的原因 是因為版主我一直在覺得 因為跟這個 跟大部分的朋友講 他們都會覺得說 啊意思是我人老竹黃了 我這個年紀了 誰要挑在市場挑 都會挑那種年輕貌美的 他為什麼會挑我呢 然後我就會思考說 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子的觀念呢 因為要不然是我 這個自信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嘛 不然我為什麼會覺得 我如果現在 假設沒有老公好了 呵呵 假設我老公 假設我現在單身好了 我都還會有 不知道哪來的自信 覺得是我去挑人 不是人家來挑我耶 你知道嗎 然後反正 而且我還是生了兩個小孩子的媽 而且我還比我年少年少的時候 中了好幾十磅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魅力啊 你知道嗎 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人要啊 然後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是那種 只能減勝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會不太能夠理解 而且我會一直問我朋友 這種心態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能通到別人的靈魂伴侶 我通靈能不能通到別人的靈魂伴侶 在哪裡認識的 不太行耶 我應該是說大部分人都不太行 因為它是一種機率問題 而且我發現 我在跟你們諮詢這麼久之後 你們的未...你們的未來 永遠都是機率問題 你知道嗎 你有做跟你沒有做 所產生的機率效率 你就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anyway 我那時候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覺得 我發現啊 呵呵 還是因為我們人... 人到某個年紀我們是注意到 注意到的東西不太一樣 我就說你有沒有發現人啊 而且是現現這個時代的人 真的吸引人的其實不是你好不好看 那當然好不好看還是會吸引到很多的人啦 但是真的在談戀愛的時候 真的會被人家吸引的時候 其實比較...拿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 它其實是比較像在看 韓劇 它像在看韓劇 什麼叫看韓劇的意思呢 就是你在看第二集的時候 覺得這個男主角這麼醜也在演 是在演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呵呵呵呵 明明就不好看 為什麼還可以當男主角 然後看到第三集第四集的時候 就會覺得 其實它也還蠻好看的 十六集的韓劇看完之後 頓時你也不知道怎麼搞得 失心瘋的愛上它 呵呵 然後你們腦子有沒有去思考 對啊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明明也沒有特別好看啊 可是為什麼看久就頓時覺得 哦 這種型的就是你喜歡的型 之後我就發現啊 真的吸引人家的其實 外在條件或許會佔一點點的 會佔... 會佔... 第一印象 我應該是說第一印象你的外在條件 會讓人家拿來做評分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真的吸引人家的是 the way you carry yourself 就是... 你... 你對自己的了解 你對自己... 你知道自己 有什麼魅力所產生出來的那種自信感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就是這樣子 我知道我就是這樣 你對自己很清清楚楚了解的時候 這種感覺 他會不自覺的讓你的身上產生一種 會... 會吸引人的震動 就是你好像... 講難聽的也叫做 You know your shit 呵呵 你好像很清楚的知道自己 什麼東西好什麼不好 然後什麼都很ok 我覺得現在真的吸引人 會去多看他幾眼 多看他幾眼的 其實到最後都是這種 他們如何carry themselves 的能場 你知道嗎 哎呦 版主我從年輕到現在都被人家說我耐看 呵呵 我也只能耐看 我不叫好看 我叫耐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只要有辦法在舞廳裡面 讓我想要的那對象多看我第二眼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其實我還蠻好看 你知道嗎 呵呵呵 看我第一眼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我怪怪的 呵呵 我可能在看第一眼的時候會比較像那個怪叔叔 自春那個怪叔叔 呵呵呵 看第二眼的時候就會覺得 嗯?好像還蠻好看的 呵呵看到第三眼的時候就會覺得 欸其實我還蠻漂亮的 所以版主我要做的就是我知道有辦法 有辦法讓我要的目標 看我三眼就沒有問題了 可以嗎 呵呵 所以anyway 上來只是跟大家討個意見啊 討個意見然後讓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你們平常是什麼 然後讓我可以拿這些小意見去整合一下 我朋友可以怎麼去 我真的覺得啊 不管你在哪邊真的 曝光率很重要 但是曝光率之前 呵呵 先把自己的自信搞回來也很重要 走在路上覺得沒人看你 跟走在路上覺得誰都會看你 兩個人同時卑卑走在路上感覺就是不一樣 你知道嗎 卑卑走在路上 兩個可以長得都 呃平凡無奇 但是 嗯 吸引給人家吸引到的眼光就是不一樣 所以anyway 我們那一天啊 因為我平常都拉裡拉他的出門嘛 不是拉裡拉他啦 其實當媽的人 死會又當媽的人 呵呵 我幹嘛要特別打扮啊 呵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那一天就 嗯 所以通常我如果跟朋友出去的話 我其實穿得很簡便 就是輕鬆為主 可能就是一身T恤、牛仔褲我就出門 或者是 嗯 運動褲跟運動商衣我就出門了 然後那一天心血來潮 版主我多久心血來潮一次 大概 每五年一次吧 心血來潮一次決定打扮一下出門吧 你知道嗎 穿個裙子 穿個高跟鞋 咱們去吃個飯吧 你知道啊 所以那一天就是這樣子跟朋友出去 然後 朋友看到我他說 你今天為什麼要特別打扮 我說我沒有特別打扮啊 我只是 穿洋裝 我只是穿洋裝 穿高跟鞋而已啊 我也沒化妝啊 呵呵 他說 可是 你這樣子我穿運動褲 因為他已經跟我習慣穿運動褲 穿習慣 我也是外貌協會的 所以我不能笑你 我以為是看人家外表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 嗯 嗯 光是那一天我們走在路上 他就說 可是 明明跟平常做的事情沒有兩樣 為什麼我覺得今天特別多人在看我們 我說 可能不知道欸 我從以前到大覺得人家看我 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呵呵 我說你會覺得很奇怪的事情嗎 他就說會啊 因為以前沒有感覺 可是為什麼今天感覺特別多 我就說 嗯 我從小就因為長得很怪異 所以人家都會多看幾眼 從小就因為長得不像台灣人 所以人家會多看幾眼 猜猜我是哪裡人 然後從小就因為我身高比較高一點 所以人家會多看幾眼 然後從小就因為這個身高 然後再穿個高跟鞋 又不自覺比別人高的時候 人家又會多看幾眼 呵呵 所以我說 人家看你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 然後反正anyway 走一走他就說 嗯 沒有啊 他覺得他不是一個很習慣讓人家看的人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如果是這種感覺的話 你到底 你到底是要怎麼吸引男人啊 你要怎麼吸引男人啊 你知道嗎 我們那天只是這樣子逛個街 走去吃甜點 我們就 一直有人投眼光 然後可以再隨便拋個媚眼 呵呵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這樣說 欸今天要找男人的不是我耶 今天要找男人應該是你吧 你懂嗎 我跟你之間我是兩個小孩子的媽 我又死會了 今天我跟你之間 我想要找男人的不是我 想要找男人的是你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你不是 無時不刻的都應該打扮成 隨時會被人家看的樣子嗎 你知道嗎 你不是 隨時 對我看不出來很高齁 呵呵呵 我沒有很高啊 現在現在年輕人越營養越來越好 我現在 跟現在年輕人比起來我不算高 但是我身高才170而已 我才170啊 我在採個 高跟鞋 兩吋 兩吋的高跟鞋大概175而已 對啊 可是如果站在 站在朋友旁邊 因為朋友亞洲人都有點愛 呵呵 所以就會看起來 有一點 對啊 可能是身高差吧 所以anyway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外貌覺醒耶 我覺得是內在覺醒 你不覺得嗎 你的內在如果 我的身高你要抬頭看嗎 我的身高在女生算高 對 但是在國外沒有算高 因為我覺得國外的 國外的營養都超級好 所以 在國外沒有算高 但是在亞洲人 我在國外的亞洲人還是算高 對啊 我現在沒有模特兒身材 我年輕的時候是模特兒身材 我現在是媽媽身材 因為我現在是比 我年輕的時候再胖十幾公斤 呵呵呵 十幾公斤的媽媽 所以 anyway 我覺得啦 不管你們要找的是同性異性 我今天來稍微做個總結 因為我真的不太了解 你們是怎麼約會的 我也坦白跟你說 我也不知道 我 用你們的方法 有沒有辦法找到 找到我的另一半 因為我是一個很需要死感觸感的人 我是要摸到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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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過 呵呵 要適用過 我是那種需要適用過 才決定要不要下單 下.. 下潭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網路上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適用期的 我真的不行 所以 呵呵 外.. 國外的營養很像 我也不知道耶 像我女兒我就超高 我覺得我 我蠻高的 但是我們全家人都比我高 像我女兒大概 五 我170 我女兒大概高我兩吋 所以她大概就175 然後我.. 我兒子 嗯 那一天幫她量六尺一 所以她就基本上 快.. 一九零 她快要一九零了嘛 所以我在家裡算矮 我已經被所有人 人都喊我矮 喊到被.. 快要變臉了 那只是因為那天踩著.. 踩著高跟鞋 在逛街 然後朋友 朋友是五尺二 所以我是五尺八 她是五尺二 然後踩著高跟鞋 大概變成五尺九 還是五尺十 然後她就頓時走在我旁邊 她就突然轉過來說 你多高 我說我啊 五尺八吧 她說你今天穿高跟鞋子 有多高 五尺九.. 五尺十吧 她就這樣.. 嗯.. 我決定了 以後我的男人到這個身高 我說為什麼 你又不是今天當我第一.. 第一天當我的.. 女.. 那個.. 當我的朋友 我們不是第一天這樣走路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不對 可是今天感覺很不一樣 今天感覺這個身高剛剛好 呵呵 因為她以前都覺得啊 她才五尺二 然後她都覺得她要找男人 一定要找像我老公這種身高的 然後我就說 我這個身高五尺八 都覺得我老公這個身高六尺三 有點高 也不是有點高 對我來說剛剛好 但是她.. 我說你才五尺二 你是要看她肚臍嗎 呵呵 你要看她肚臍嗎 因為版主我曾經跟.. 我曾經跟一個籃球隊員約過會 然後約會幾次之後 我就發誓 我再也不要跟籃球隊員約會 因為這一個籃球隊員 快要七尺 你知道快要七尺 欸我170欸 呵呵呵 她快要七尺欸 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一個男人出去的時候 感覺自己像一個小.. 小孩子 因為她牽手 她牽.. 牽我的手 呵呵呵呵呵 你知道嗎 牽手的時候 你女方絕對不可以90度腳上去 有沒有搞錯啊 正眼看也不能正眼看 正眼看的時候她要坐在摩托車上 她才可以跟我正眼對到眼 有沒有搞錯 大部分時間我看到都是她的肚臍 我這樣子之後我真的覺得 我以後再也不要跟籃球隊員 我.. 她就真的這樣舉手 她整個約會的過程都是舉手 所以我不能理解那種 超級身高差 超級身高差 到底是要怎麼約會 你知道 因為她如果下來啊 想到妳的時候抱抱妳的時候 要親妳一下啊 要你知道 揉妳一下的時候 欸她其實不是這樣子欸 她是要蹲下來 像是那個媽媽要在抱小孩子這樣子 抱下來 唉 完全傷害到版主我無恥巴的至尊 所以我說不要 謝謝 所以哪一個人說為什麼不約出來 因為我不想要 有沒有搞錯 我是要找男朋友 不是要找爸爸 嘿嘿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等級 所以anyway參加很多活動 我也覺得是 因為目前為止我就覺得很奇怪 大部分參加活動的幾乎都是女生 所以去的話幾乎遇到的也都是女生 所以大部分的男生在家裡玩遊戲嘛 玩電動嘛 我也不知道幹嘛欸 其實我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再加上你知道 女生的喜歡女生的分掉了 男生的喜歡男生的分掉了 然後我真的 我真的在思考我的朋友 因為我朋友在說 等你介紹我就說你夠了 夠了 我除非我網友 除非網友 網友們你們 呵呵 要去跟我朋友湊一堆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介紹 你知道嗎 因為我認識的人 我認識的人 他也跟我一樣 他也是要那種摸過看過的人 你知道 他才可以 版主我當然會穿高跟鞋啊 我的年輕的時候都是在穿高跟鞋 而且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有做過模特 呵呵所以 在舞台上只能穿高跟鞋啊 呵呵 我是當媽媽之後 然後那個鞋跟會越來越矮 越來越矮 呵呵 因為抱兩個 我的兩個小孩子又超重 你知道嗎 抱久了之後發現鞋跟一點都不合理 所以就是鞋跟會越來越矮 嗯 不過anyway 所以也最近也是在幫他思考一下 欸你們用過APP哪一個APP比較好 你們你們約會過的人 你們有用APP在約會的人 你們覺得哪一個APP分享出來 我為什麼要一直問你們問題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不是只有給我朋友啦 真的不是只有給我朋友好嗎 我覺得 也同時給 所有 所有網路的朋友們 宅在家裡不知道去哪邊認識 就是 欸Tinder Tinder我其實聽過 但是很多人跟我說 Tinder上面的 就是找到的人都不是那麼有 可是我也不覺得 因為我有朋友是 我有朋友是透過Tinder結婚的啊 你知道嗎 所以 到目前為止我身旁的朋友透過網路 透過網站 你看 像是eHarmony啊 或者是Plenty of Fish 結婚的有兩對 透過APP結婚的 只有一對 你知道 所以 機率 沒有特別多 因為蠻多人用Tinder也沒有 反正現在很多很多的平台 所以想要 想... 對啊就是幫你們問問看 Coffee Me Bagel 我朋友就是用這一個啊 但是 欸我最近有那個 內部消息耶 呵呵呵 果然是沒有 沒有在用的人 完全不知道 他們說Coffee Me Bagel 是亞洲人在用的 然後我就說 什麼叫做亞洲人在用 呵呵 他就說 喔就是 大部分都是亞洲人習慣用 或者是 嗯 喜歡亞洲人的人 會去用的 然後就說 喔 那 如果不是 特別喜歡亞洲人的話 要用什麼 然後他們給我的另外一個 叫做 Hinge 所以你們 你看 我等一下 把你們的東西抄下來 呵呵呵呵 我啊我 欸聽得放搞笑到 搞笑照會遇到容易 欸我覺得 欸說到照片 我跟大家講講照片 你們在放照片的時候啊 就是 每一個APP都會要求你們放照片嘛 就像我朋友在放那個Coffee & Bagel的時候 他也必須要放照片 然後我就發現啊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的 你放的照片啊 跟你朋友放的照片 其實是兩套不一樣的照片 你知道嗎 因為就像我朋友 我朋友 他一開始在放照片的時候 然後 他選完 然後我看了一下 我就說 這什麼啊 這 這是什麼啊 然後他就會說 因為這是他比較喜歡的照片 可是他的喜歡的照片 跟他的個性啊 本人啊 根本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完全會對不上 你知道我意思嗎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是應該是有一點點 欺騙吧 就是 就是那種 好像明明要吃餅乾 買到就是巧克力的那種感覺 或是明明是要吃糖果 然後買到又是餅乾 那種感覺的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啊 我就說 哎我來幫你選啊 我就開始 在那邊幫他選照片 我光想選照片 我就選了一個小時耶 然後 選了照片完之後 我才發現說 欸 因為我選的照片 是我朋友 完完全全不會選的 他不難看 但是完完全全不是他會選的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哇你選的照片 跟我選的照片不一樣 可是我說 可是我選的照片 是一看就知道是你啊 他又符合你的個性 他又符合你的 你的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平常就是這樣在笑的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思考啊 你們啊 在上交友網站的時候 在貼照片的時候啊 會不會請朋友幫你看看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你可能可以選假設四張好了 聽的是四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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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嗎 然後四張照片好了 就兩張貼你自己喜歡的 然後兩張貼你朋友覺得 你是怎樣一個人 傳說中的 等一下 傳說中的香菇版主 我還有傳說咧 呵呵呵呵呵 然後還要自己寫profile 五張嗎 對不起 對不起 呵 好啦 聽的可以放九張 你看 反正 anyway我覺得這照片很重 而且照片有些人很奇怪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又發現一些人啊 我堅持 我堅持跟我朋友講說 跟我是不是靈媒沒有關係 因為我可以看他寫字 知道這個人有什麼問題 然後看到這個人的照片 知道這個人有什麼問題 所以 我在幫他挑選最像的時候 我說我幫你找一個問題 比較少一點的人 呵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會一直批評嘛 啊這個人怎樣 這個人怎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正常人不知道吧 我說怎麼會不知道 這麼明顯 很明顯啊 呵呵呵 然後他就 他堅持跟我講說 你是靈媒所以才明顯吧 我堅持說 我不是啊 這個應該是所有人都知道 這個應該是所有人 這應該是 有睡過超過五個十個人 都會知道吧 不行啊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不行 這講話這個樣子 然後重點是 有些人貼照片 我真的搞不懂欸 貼腳踏車是什麼意思 貼安全帽是什麼意思 呵呵 九張嘛 九張你好好的用嘛 你知道嗎 然後貼風景照是什麼意思 然後貼居家照片 欸真的什麼人都有欸 我真的 在那邊看照片的時候 哇 這個真的跟我們那個年代不一樣欸 完全沒有眉目傳情 因為我們那時候眉目可以對到眼不講話喔 我們那時候調男生調女生 其實是可以不用 不用講話就可以調到人家的喔 你知道嗎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這樣子的管道啊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看到那個人的眼睛 然後你們必須透過照片 然後這照片是 呃他提供給你的或者是他修圖過的 沒有修圖過的怎麼樣等等等等 但是真的讓你們開始有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大多是透過APP裡面的訊息嘛 就有點像是那個APP裡面的ICG 你知道嗎 ICQ你知道嗎 呵呵你好嗎 呵我很好你知道嗎 調情這種東西啊 調情這種東西 簡訊也可以調情啦 但是少了那個味道 那種感覺其實像什麼 它其實像是 手沖的義大利咖啡跟那個吉隆咖啡的意思是一樣 所以我還是老古板一個 我還是老古板 什麼叫老古板 與其在那邊簡訊啊 我會比較喜歡說 欸要出來見個面喝個咖啡嗎 就是出來喝個咖啡然後我們聊個天 我大概聊天聊個 其實也不需要 簡訊我就看照片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我的菜 呵 喊一兩句我就知道你是不是我的菜 但是只要稍微覺得菜色有點不錯的時候 就絕對會出來說 欸出來喝個咖啡吧你知道 對啊就你好啊住哪幾歲 可是你知道嗎 這..這個 這個調不到情啊 欸我問你喔 我們那個年代 對不起我們那個 為什麼一直在講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喜歡人的時候 講話手還不自覺的會攀上去 你知道還會刻意製造 肌膚接觸的感覺 那請問 請問你們要表達這個意思 你們要表達這個現象的話要怎麼做 是送個emoji嗎 愛你喔 呵是這樣子嗎 呵呵 你知道那種氣氛 氛圍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就像你走在路上會突然想要吃你的男朋友豆腐一下 請問你們在簡訊的時候是要怎麼吃對方豆腐呢 這個我也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 我真的很好奇啦 我先..我今天只是 我真的很好奇各位的 各位都是透過什麼管道 就是如果你是宅女的話 如果你是宅女的話 如果你不是宅女的話我也很好奇 你們到底都是透過什麼管道去認識人家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是透過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去傳貼圖 傳貼圖也不對啊 就是那種你知道嗎 義大利手沖咖啡跟吉隆咖啡的差別啊 它都是咖啡 它都可以下口 但是它下口的感覺就是不一樣啊 呵 吃進去的感覺就是不一樣 嘖好像少了什麼味道 你知道嗎 就是可不可以提神可以啊 但是其他什麼都不行啊 男生照片通常比女生像本人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男生不太會用修圖 男生在視覺性上面他們其實比較喜歡 習慣看自己這個樣子 然後習慣面對自己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不會刻意的去修圖 覺得什麼地方是需要 工作場合也可以啊 但是我發現工作場合雖然遇到人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礙於工作場合 反而不太敢發展下一步 會 我會比較直接 我其實很喜歡 我如果喜歡的人我就會直接 直接去 我就會直接去問啊 呵呵 因為你知道嗎 我在這個人身上只會得到兩個答案 是或... 要或者是不要 是跟不是 如果我去問了他告訴我不是 那我可以把接下來的時間用來 找下一個合適的對象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們會不會吸引人啊 你們會不會吸引人的最... 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是 在你們相不相信自己夠不夠漂亮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代其實已經不是像我... 我那個年代啦 我那個年代的話 嗯... 人家會覺得啊 皮膚就是要白才叫漂亮 所以我是標準的 你知道他們覺得不漂亮的人 然後眼睛一定要縫... 就是那種... 雙眼皮啊 就是那種很標準的漂亮的心嘛 但是我覺得在過去的五年十年以來 漂亮的定義啊其實... 我會直接吃下去啊 到底是什麼東西不能吃 呵呵呵呵 到底是什麼東西不能吃 對不起 你們現在在問我的話 跟我朋友在問我的話 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我跟我朋友講說 你都這個年紀了 你還在等男生主動 他說 不然我要怎麼主動 我說什麼叫做你... 什麼叫做不然你要怎麼主動 就直接問他說 對不起你對我有興趣嗎 你要試試看嗎 呵呵呵 我想... 我想要先試車載買車可以嗎 我不可以 車都沒有試 我就下單買車吧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 啊...我了解 十幾歲的人 二十出頭的人 含蓄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吃下去大便不能吃啊 真的吃不下去就不要吃啊 真的吃不下去至少會說 對不起吃不下去啊 吃不下去啊 但知道... 這個年紀的人已經不是只有 還有...情感需要滿足 還有... 還有生理需求吧 哼... 這兩樣東西都很重要吧 你知道你情感的滿足我 你生理需求也要滿足到我吧 不然我怎麼吃得下去 吃不下去啊 現在大家都食草性 你現在跟我說每一個人都吃素嗎 呵呵呵呵 有沒有駕照你就試車 我當然不是太直接啊 他是... 我怎麼覺得 我腦子的... 我腦...腦子的理所當然 原來不是... 大家腦子裡面的... 嘗試呢 可是你知道我發現 那個感覺就跟 我覺得全世界人都應該看到鬼一樣 然後到最後發現 蛤?什麼? 看到鬼人只有少數嗎 呵呵 這個感覺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 我覺得 嗯 女生 男生其實也有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以表達自己很有興趣 我對你有興趣 我是雜食啊 我什麼都吃啊 我什麼都吃 那天沒有 那天跟朋友講說 35歲的我可能吃不太下去 雖然我只有28歲 35歲的我可能吃不太下去 這集沒有黃 他沒有黃小朋友 親愛的 我任何18禁的都沒有講好嗎 但是 Anyway 跟...跟大... 所以 我覺得 就OK OK 我朋友又有一個錯覺 他就會認為說 嗯 是不是那種好像壞女人 就是壞女人這種好像什麼都不在乎的女人 會比較多男人喜歡 然後我就說 不是壞女人都是很多男人喜歡 因為他覺得好像 男人基本上不喜歡受到束縛 所以他只要感覺這種 女人好像可拋棄 就是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的話 他們情緒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我說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通常你們眼裡的壞女人 他不是故意要壞 他只是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要什麼東西 他不會受到外在的影響 因素去改變他自己 也因為這個樣子的原因 這種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麼 是什麼的感覺 其實很... 本身就是很容易吸引人的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種 嗯... The way you carry yourself 你知道就是我剛剛自己說的 你... 你如何展示自己的方法 就是我平常邋遢歸邋遢 但是我不會覺得我自己很難看啊 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沒人要啊 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魅力啊 我如果今天想要打扮起來 我還是覺得很多人在看我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說你... 你的... 你對自己的自信 是不管你在穿得很邋遢 或者是穿得很不好看的時候 都應該是要有相同的自信才對 然後這種自信 它不是壞女人的標記 它只是壞女人那種有些時候 讓人家覺得他好像很清楚的 知道自己要什麼時候 這種感覺 說真的你是男生女生都會吸引人 你是男生女生 知道自己... You know your shit 其實都會很吸引人 你知道嗎 所以anyway 很多人啊他就會覺得啊 因為壞女人嘛 壞女人很多人要 壞男人很多人要的時候 就會刻意的 讓自己表現得好像很壞的樣子 嘴巴上啊會講到說 會講出那種 啊... 我就只是想要玩玩啊 然後我就只是 我沒有要定下來啊 我沒有要幹嘛 因為想要讓自己 塑造出一種很壞女人的感覺 聽好吸引人的不是你表現出 壞女人的樣子 吸引人的不是你 玩得很難 吸引人真正的地方是 你知道你是誰 是什麼 不是什麼 而且不是那麼輕易的 受到左右的影響而改變的 這種能場其實才是最吸引人的東西 它跟壞其實是不成等號的 所以我最不能了解的就是 像我朋友或者是在客戶裡面的時候 他們明明就不是這個樣子的人 明明就不是不在乎的人 明明就不是... 玩咖 明明就不是一個玩咖 因為我說我玩歸玩 我說我要放我也是要放就放 呵呵 呵 凡租我交了那麼多男朋友 嫌少抓著人家大腿說 親愛的請你不要走 走 你有種走了就不要再留回來 呵呵呵 不會留你 絕對不會留你 你知道嗎 所以 呵 嘴巴要掛說我 只是想要玩玩而已 你至少要有人家離開你的時候 你眼淚不會掉的魄力在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 嘴巴我只是要玩玩 然後人家只是要轉個身 欸你走到哪裡去 你都不理我 那不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 其實你不是壞女人嗎 其實你不是想玩嗎 如果你不是想玩的話 麻煩你就不要一天到晚 掛在嘴裡說 我只是想要玩玩 很多人說啊那我可能語文上面 不太知道怎麼 怎麼 嗯 嗯 形容它 好 中文我不知道 對啊心口不一啊 我就算講心口不一 心口不一 你們都跟我講說 沒有我心口很合一啊 我心口很合一 心口很合一 我就說明明就沒有 你就是那種 咱們兩三集以前說的那個什麼 沒有那個屁股就不要吃那個穴藥 明明就不是這樣子的人 嘴巴就不要掛這樣的事情 好 我不知道台灣怎麼台 呃 中文都用什麼字來形容這樣子的話 你知道 但是 如果 你們要用英文的話 版主我在這邊做英文101 英文101的第一件事情 要在一個很很 很 serious relationship裡面 不要動不動就用 play 這個字 play 我只是要play play 而已 呵 play這個字是真的玩 你要是沒有那個本事 就不要隨便跟人家玩 好嗎 你要是人家在離開的時候 你沒有半...三秒之內眼淚就會掉下來 你基本上就不是一個玩卡 所以麻煩這個字不要隨便掛在嘴巴上面 再來第二個很重要的字叫做 commit Commit 基本上是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想要承諾這一個 想要...想要...定下 在這一個關係裡面定下來 所以I'm commit to a relationship 我想要在這段關係裡面定下來 可是很多人呢 他為了要表現自己玩卡的樣子 然後他會說 I don't want to commit 我不想要定下來 I don't want to commit 親愛的 如果你希望早上起來的時候 有看到有...呃... 看到你愛人躺在你身邊 你希望你累的時候 愛人幫你抓抓尖 你希望... 呵...你在八點檔看到的 那個偶像情節都會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相信我 You want someone to commit 不是 you don't want to commit 而是 you want someone to commit with you I want to commit in a relationship 所以在英文上面請你們不要動不動 就是說I don't want to commit 其實這個又是一個背道而詞的話 第三個字 我麻煩你們千千萬萬也不要亂用 這個字叫什麼?叫free free free聽起來很自由啊 我就是一個... You know I want to be free I want to be free 呵呵呵 在情感裡面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剛好也是講英文 如果他剛好也是第二國語言的人 free個頭啦 呵呵呵 你再free個頭啦 你在找... 你在找穩定關係 你在找一個認真的情感 你不要動不動就free來free去的 因為通常I want to be free I... I... I don't want commitment 這種感覺基本上就是我想要自由 我不希望人家包含我 就是不喜歡人家限制住我 當然在你們感覺裡面說 班主可是我真的是一個自由的人啊 I want to be free free you know 我想要出國世界各地去玩啊 我想要做這個我想要這個 我不要一個男人來約束我啊 聽好這個不叫free 呵呵呵 你可以feel free 但是你不需要跟你的另外一半說 I want to be free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一般來說你其實不想要任何的情感 那你會跟我講說 可是版主我不懂耶 我平常啊是真的很想要 我平常是... 我真的就是不喜歡被限制住 然後可是我也不喜歡... 不想要在這個地方就這樣定下來 可是我真的想要有一個伴啊 我想要有一個伴這樣陪我的話 那我這樣子要怎麼辦 我這樣用什麼英文來形容我嗎 聽好中文我不會講英文 英文的話呵呵 你的改用詞可以改用 I want to find someone who will enjoy the life with me I want someone who can grow with me I want someone who can share the life with me 這幾個字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還是讓你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但是第一件事情 I want someone to enjoy the life with me 我想要有一個可以跟我一起享受人生的人 我想要有一個跟我一起享受人生 不管你決定做什麼事情 你可能決定去旅遊啊 你可能決定在這邊居住啊 你想要...你想要去看看大自然啊 你想要去像我老公這樣子露營啊 我想要找一個可以跟我一起 嗯... enjoy the life 所以不要再free life 不要再play了 你們可以用更...更巧妙的字 讓人家覺得你們的層次更高一點好嗎 我想要找人家share my laughter 跟我一起分享快樂的人 share the laughter就是可以跟我一起笑 可以跟我一起歡樂 可以跟我一起享受快樂的人 或者是你可以講 I want someone to grow with me Grow with me通常是在於說 我現在...我現在其實還不是那麼的... 嗯...成熟 然後我...期望我未來還有很多的成長空間 所以我希望我找到一個可以跟我一起成長的人 所以I'm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can grow with me 所以anyway這都是你們可以用的字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要用英文 或者是你們在溝通的另外一半的話 你們不要再free life free去 你們也不要再play來play去 你們也不要再... I don't wanna commit 自己要什麼東西自己最清楚 你們一直在找的都是所謂的牛排 牛排就是所謂定下來的那個 那個願意把生命跟你一起共同付出的人 跟你一起共同成長的人 欸!我不會說台灣的人都不知... 台灣的人都不知道什麼叫英九耶 我覺得這一個定論下太快 我覺得你們還沒有出去看到那些人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我覺得近年來因為資訊發達的原因 其實說很多的人的世界觀其實都很大 然後也很很廣 所以我不能說媽寶沒有 媽寶其實很多為什麼的原因 其實真的是跟教育有關 因為教育會讓人們會不斷的 把他們的事件封鎖在這個手機屏裡面 就是在手機裡面然後在電腦裡面 所以導致於說他們其實沒有辦法 實際的走去看這個世界 然後實際的去感受一下這個世界是什麼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就像我們剛剛之前在討論過的 你們約會到底要怎麼約會我真的不太知道欸 因為你知道 生理需求不是要適合車才知道可不可以嗎 呵呵呵 sexting就可以了嗎 sexting就可以了嗎 你知道那個滿足感一樣嗎 還是 看著螢幕 拿著 呵呵電動棒呢 呵呵呵 感覺不一樣吧 你知道嗎 所以anyway 我覺得因為太多人喜歡把自己隱藏在螢幕後面 就是可能透過濾鏡啊 可能透過什麼東西啊 所以慢慢的越來越找不到自己 真實的自己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但是我覺得雖然這樣子的有 但是那一些願意出來啊跟我這種老古董 就是像我這樣子老古董的人 需要摸到、碰到、抱到、親到的人 也是有的吧 就像我朋友就那天跟我講說 啊現在網路上都是這種素食 就是素食愛情、簡訊愛情 他不知道怎麼談啦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相信在這個茫茫人海裡面 像你這樣子的人也是有吧 就是像你這樣子的人 也是有啊 因為你被我推到上面來 你怎麼知道 茫茫人海中沒有另外一個人 也是這樣子被他朋友推上來的呢 你知道 但是我真的很相信一點 就是如果你們把自己推出去的話 推出去就是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就像我的朋友一樣好了 E-Harmony也可以結婚啊 Planted out fish也可以結婚 Tinder也可以結婚 我真的相信啊 如果真的是生命中注定要遇到 遇到的那一個人的話 不管你用什麼平台 其實應該都會遇得到 但是你們要找的平台是 你們覺得舒服的、你們覺得可以的 那麼一般來說 他們都會慢慢的把你們帶到 帶去遇到你們應該遇到的那一個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還是鼓勵大家一件事情啦 今天不管你們 不管你們是用什麼方法 等一下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幫、幫宅男、宅女們總結一下 約會到底可以試著用什麼方法 然後你們 有、有其他的 呃想法還是也告訴我 但是 媽寶一定有 在國外也有媽寶啊 你知道國外也有媽寶 這種東西 因為真的是手機 大部分都在手機 都在家裡做做做 久了久了 就媽媽什麼都照顧好 所以 要找到成熟 比較成熟的人 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啦 但因為要需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才更需要你們 多多出去看 多多出去走 不然我總會覺得奇怪 怎麼每幾乎 每兩個 每兩個來找我諮詢的裡面 就有一個人想要知道 去哪邊找到另外一半 現在網路 偉大的網路們啊 你們來告訴我吧 你的另外一半都是從哪裡找的呢 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這樣子可以節省掉 每次我兩個諮詢裡面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人不需要來找我了 可以嗎 呵呵 呵呵 他們就是 我又開交友平台 我直接幫你們配對 我連讓你們交友都不要浪費時間 呵呵 你跟你 你跟你 就這樣子 呵呵 我每一個人給你三個 我每一個人給你三個 我覺得這三個 你試試看 呵呵 好嗎 帥的好跟醜的好 帥的好跟醜的好 這個這個要看人啊 這個真的要看人 感覺對的 最好 對啊適合的最好 所以感覺對的最好 所以 版主我有點外貌協會 所以 一直以來的男朋友都長得還 都還算不錯 呵 所以 對我來說 我要都差不多 然後直接開車開啊 現在一定要開的啊 這個年代誰不開車 你知道 壓根不想找就不要找 因為我覺得現在年紀很多人 一個人也很OK 順眼就好 真的是順眼啊 我告訴你 給對方一點機會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百分之八十人看到版主 我都覺得我怪怪的 呵呵呵 我就差沒有一顆字 不然我那個怪老頭的臉 我一定可以笑出自寸的那個臉 你知道嗎 所以百分之八十的人看到我 版主我第一眼的時候覺得我怪怪的 版主 呵 在看第二眼的時候 欸好像也還蠻難看的 看第三眼 欸其實你長得也還OK 所以 如果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只要不是太討厭的人麻煩 多看三眼 看個三眼吧 看第一眼不喜歡 欸在刷第二次的時候 欸你好像沒有那麼討厭 呵 反正我在這邊給你們建議 給大家三次的機會嘛 你知道嗎 所以 嗯 真的都希望每一個孤獨的人 每一個人的孤獨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 找到 找到愛你們的人啦 其實我比較 我比較希望你們找到可以懂得愛你們的人 因為我覺得其實啊 所有的諮詢下來聽一聽還蠻辛苦的 到最後都是其實 因為大家都不太知道怎麼愛自己 所以才會覺得說 需要一個人來愛我的人生就完美了 先從愛自己開始 我真的說它真的是開始 它不是你人生中的目標 但是它真的是個開始 所以學會愛自己之後 別人自然懂得要怎麼愛你嘛 對吧 所以我其實真的比較希望你們 嘖 找到 找到可以幫助你愛你自己的人 這樣子可以嗎 不過我給大家 用自存 我真的就是自存啊 我一直覺得我是自存 你知道 但是就像 我給你們的話就跟我跟我朋友講的話 是一樣的嘛 我們兩個走出去 我是兩個小孩子的媽媽 我又已經死會了 我穿的邋遢是理所當然 我要當你的Winman Winman是什麼 Winman是 Winman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們兩個出去掉凱子的時候 我如果是Winman的話 表示我是死會的那一個 我出去的目的是為了陪襯你的 陪襯你的 所以我的名字就會叫Winman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兩個出去 我是那個Winman 我在拉他都是理所當然的 你拉他成這個樣子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就算穿那個 穿那個睡褲 拖鞋 呵呵呵 假腳拖 然後穿個背心出來 你是要那個找男人的人 你應該隨時光鮮亮麗吧 因為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 對啊我就是陪襯你的綠葉啊 我就是那個綠葉啊 所以我綠葉要怎麼做都是無所謂的 但是你才是要把自己包裝好吧 幹嘛我拉他你跟著我拉他啊 你是跟著我一樣死會嗎 你是跟著我一樣生了兩個小孩子嗎 呵 你知道嗎 我不夠忙啊 我真的交友會了耶 我常常覺得你們每一個人都很好啊 只是不太能夠理解為什麼你們都湊不在一起啊 你知道啊 然後又不想亂配 呵呵 欸這個個性 跟這個 欸這個網友配起來好像也不錯 但是就像你們說的配不錯 配錯了可能會 人家本來是要找男伴之後變成在找姐妹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 版主我不要亂配啊 不要給你們亂配 所以 好啦 這樣子 這樣子哈拉哈拉也講了快一個小時了 上來 今天上來主要只是上來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為什麼 你們到底是 我等一下來稍微總整理一下 我來總整理一下 我看看你們到底是什麼平台 然後 我又把那表彈送給我朋友一下 但是 很簡單 這個之前的集數就有說過了 之前的集數就是說 你至少要當那一個 你會想要戀愛的人 就是 連你都會愛自己的那一個人 你才有辦法調到 你 未來想 就是 未來會想要你的那一個人 所以很簡單的一點嘛 你每天出門的時候照著鏡子的時候 欸 你在路上看到這個女生的時候 會給他吹口哨嗎 你在路上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會很想請他喝咖啡嗎 欸你在路上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會很想 跟他要個電話號碼嗎 你知道嗎 欸你們都不會這樣檢視自己嗎 你們不會這樣 欸 今天怎麼可以這麼好看 呵呵呵 今天 今天可能怎麼可以這麼陽光 啊今天可能可以這麼正 你們都不會這樣 你們都不會這樣子嗎 呵 所以 我覺得 至少在穿著打扮上 從最基本的東西 啊從穿著打扮上 至少要是自己喜歡的 至少是 走在路上的時候 欸我就是會看這一款 穿這樣子的人就是基本上會吸引我的人 你知道嗎 人家邋遢 朋友邋遢 那是他家的事情 人家邋遢成那樣子 那是他家的事情 你幹嘛跟著邋遢啊 你幹嘛跟人家講說 啊可是我如果這樣穿得太好的話 那別人 別人會覺得很尷尬 尷尬是他家的事情 不是你的事情 他可以在那一天出去的時候 當你的綠葉 你就當你的紅花繼續 妖嬌下去可以嗎 但是總是要給自己製造曝光綠嘛 曝光綠什麼叫曝光綠 可以不要開車 你開車在裡面到底是誰要看到你啊 呵呵呵 坐在車子裡面到底是誰要看到你啊 每次都A點到B點 B點吃完飯之後就趕快又回到家了 這到底是誰要看到你啊 你知道能走路就走路嘛 好嗎能夠搖... 搖嬌的... 哈... 嗯... 扭臀啊 甩腰啊就去吧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時候要如何讓人家知道 我們... 可能跟我做會不錯 通常都是透過跳舞可以嗎 呵呵呵呵 現在人也會這樣子吧 透過跳舞告訴你其實我腰力不錯 你要不要試試看 呵呵呵 不是都這樣子嗎 所以以後大家都走路 沒有錯能夠走就走 多走三條街 你的曝光率就是三條街的機率 可以嗎 呵呵 你駕車的話 欸你坐公車搞不好也有曝光率 因為公車裡面的時候也有其他人 對吧 所以 給大家參考看看思考一下 今天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製造你的曝光率 曝光率 能夠曝光A點到B點 怎麼曝光 怎麼扭唇甩腰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製造自己的曝光率 你才有辦法 這個之前你講過很多次 再來每天出門之前 至少在看... 至少在看自己的時候會說 啊!這就是我喜歡的馬子 呵呵呵 欸我們那個年代叫馬子 你們這年代有馬子嗎 呵呵 你知道嗎 啊我喜歡的女人就是這一款 嘖 哦!怎麼可以自己打扮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不是隨便的啊 秦差一項 隨便什麼衣服拿了就穿 你知道嗎 拿了看了自己看了一下 欸怎麼看起來像是國小五年級生 咬不下去啊 呵呵呵呵 哈哈哈 腰力要練啊 欸腰力真的要練 因為腰力要練的時候 在床上才不會只有一個動作 好嗎 呵 不一定要上你 但是至少要想要跟你 要電話可以嗎 所以要... 等一下要回到 腰力真的要練 好嗎 不是為了他的幸福著想 是為了你的幸福著想 呵呵呵 呵呵呵 各種扭腰的動作 會讓你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可以嗎 今天到底是在講什麼課啊 這句話可以上傳嗎 不過anyway 嗯... 上來希望大家提供 新... 新時代的戀愛 戀愛小手冊 希望大家提供一下 嗯... 嗯... 新一代的人都是從什麼地方 遇到另外一半 而不是總是在等前... 前任回頭 前任回頭 要練深蹲 深蹲也要練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講不下去了 嗨老公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呵 No, I keep going Oh my god, it's going you know, sideways um...anyway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So... 嗯...好了,老公上來了 呵呵呵 扭腰擺臀客 這個... 網路上有教 隨便Google一下就會找得到了 但是記得 你要幸福的話 腰要練 臀要練 呵呵呵 腿肌要練 好嗎 所以... 不要講了 太興奮了 好,不講了 聊到老公又上來了 呵呵呵 你口手併念也可以啊 有時候胸部也可以用一下 呵呵呵 如果沒胸部的話 那只好用屁股了 呵呵呵呵呵 天啊 欸,我們越講越十八禁 不能講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This is so R-rated Oh my god This is so R-rated 呵呵呵 Really? What? 呵呵 Yeah, information overload OK 我要 cut it now 不要講了 呵,我們暫時先這樣走 我們下次見 屁股咬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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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講了啦 越講越奇怪 呵呵 呵呵 老公 老公你再開始懷疑我們 這一集在講什麼 都在開黃腔 嗯 呵 呵 這裡沒有 這應該沒有 這裡應該 沒有未滿十八歲 沒有沒有 應該沒有未滿十八歲 胸器很重要 胸器很重要 呵呵 男生的話也要學 如何快速的解胸罩 這個也很重要 對啊 所以 好啦好啦 好不講了 不講了 真的不講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